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18首教你制作VR眼镜的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调试完了这个眼镜 也不知道大家这个调试的效果怎么样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我觉得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谈下一话题了 我们还是看PPT吧 这节课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蓝牙手柄 这节课的重点是理解这个蓝牙手柄的这个用途 以及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蓝牙模块的这个介绍 大家要学会使用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使用的话呢 细节也比较多 所以呢我在这节课先跟大家介绍一些 我们这个蓝牙手柄呢 可能大家 不打游戏的 可能之前接触的不会太多 因为我个人也不是特别喜欢打游戏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奇葩型的 就是不抽烟不喝酒 然后不看球赛不打游戏 然后这个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乐趣 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学习羌肉式了 然后 所以我对蓝牙手柄之前呢 也没有用过 但是有线手柄我是有一个的 那么这个蓝牙手柄呢 它实际上是我们VR眼镜课程的这个重点 因为大家可能已经有所体会 这个眼镜实际上 纸和眼镜制作起来是没有太大难度的 包括这个塑料壳的眼镜 实际上 麦子也有这个3D打印的课程 玩过3D打印的同学可能都知道 打印一个这个外壳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就很快的就把这个眼镜就做完了 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 说起来挺高大上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光学的设备 所以呢 它这个几下子就弄完了 只要光路对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么剩下的就是说如何提升这个体验了 提升体验的话 你一方面是从眼镜下手 就把眼镜做的高大上一点 漂亮点 镜片用的好一点 还有就是在这个手机的控制模式上下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牙手柄了 我们这个手柄呢 也是要配合这个常个VRAPP使用 当然也不非得配合它 因为我们用手机自己的这个视频播放器也是可以的 大家只不过是要把这个视频从网上下到本地 那么配合这个APP使用的话呢 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这个使用体验 基本上你就把手机装上去打开这个APP 然后剩下的事情就都可以用手柄去操作了 再也不用触碰这个屏幕了 那么波动摇杆的话你可以左右选择这个视频资源 就我们本地的这个视频资源都可以看到 也可以非常便捷的访问这个本地的资源 上一条说的这个波动摇杆可以选择视频资源 是说在线的资源 那么它也可以像访问在线资源一样 非常便捷的访问本地资源 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播放和暂停 这个是我们装眼镜的时候特别需要的 就是你装上去之后然后才开始播放 中间如果有人打扰你 因为你这个眼镜它是封闭的嘛 你沉浸在自己的空间里面 如果有人拍拍你叫你的时候 你需要暂停一下 也不至于很慌张 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快进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眼镜最好是一次使用30分钟之内嘛 这只是个建议事件哈 如果大家比如说有一个有有的人天赋异禀 他就看两小时也不觉得累 那无所谓那就随意了 因为我之前是躺在床上拿着眼镜看这个3D的阿凡达 看到快三分之二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眼睛有点受不了了 所以呢有些啰嗦的剧情其实可以把它快进掉 然后只看这个 比如说动作片只看这个打到比较精彩的这个画面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快进功能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在观看影片或者打游戏的过程中呢 我们经常需要这个调节音量和调节亮度 这个也是必须要支持的 还有就是切换3D和2D模式 比如说我看着看着我就不想看了 我就变成2D2D的话 你两个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手机画面 所以你可能要把这两个画面拼起来 就是闭着眼睛看另一半 然后再换一眼睛看另外一半 我这样试过啊 用这个鼠标模式 在这个2D模式下浏览手机上的文件 然后因为中间有个挡光板嘛 所以你是看不到另一半的 也是挺挺逗的一件事 但是还是基本上可以找到你的视频文件所在地的 然后打开之后 它就是左右格式的 就可以看3D的了 还有就是调节左右画面的距离 这个是APP提供的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你这个眼睛对焦对的不好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左右画面距离拉开一点 因为我们上节课做的那个图片 它是左右画面贴在一起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了 如果这样对不上焦距的话 可以把这两个拉开一点 那么它这个APP是可以调节这个视频的这个左右距离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除了除了这个手柄之外呢 扩展功能就是跟大家也说一下 这个鼠标键盘还有游戏手柄这个模式 因为我们选用的这个模块呢 功能稍微强一些 然后因为蓝牙这边呢 除了这个手机APP和控制嵌势设备之外呢 最常用的也就是鼠标和键盘了 所以干脆一块跟大家说了 以后开发鼠标和键盘的时候呢 也不会感到很陌生 都是HID的设备嘛 它跟这个SCP就彻底不一样了 所以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一块 这个蓝牙模块最开始想选型的时候呢 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因为 淘宝上供货最多的就是我们最常用的 嵌势设备里面最常用的 也就是现在这个 便携式的设备可转带设备 经常常用的这种SPP的蓝牙模块 它主要就是用来嵌入设备 与智能手机数据交换 手机端呢 写个APP去访问蓝牙 不写APP的话 这个蓝牙配对是很成功的 配对完了之后 这数据不知道去哪了 我说是不知道去哪 实际上是在这个手机 在比如说安卓手机 它就在安卓系统的这个数据缓存区里边 你不去写APP读它 它就一直在那里边 然后再来数据在覆盖 所以就你看不见这个数据 所以必须用APP去访问这个蓝牙设备 把这个数据读出来 那么它数据呢 是透传的 呃 单片极端呢 这是个词字啊 不好意思 单片极端呢 是通过串口 与蓝牙模块进行通讯 所以呢 这个速率是肯定是受到这个 呃 串口的这个限制的 因为你上面给它打数据的时候 是串口的 那么还有一只模块呢 就是这个蓝牙键盘模块啊 也有一些店 刚才叫这个HID 呃 调形码扫描枪 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调形码扫描枪 支持的这个按键数量 比键盘模块还要少 它只能支持 可以打印的这个字符 那么标准的这个蓝牙键盘模块呢 它支持标准键盘的所有按键 也就是说我们 ask2码表中的所有的 可打印字符和功能字符 啊 ask2码表中的这个 符呢 呃 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 里面有很多 呃 控制相关的字符 比如说空格回车啊 然后什么ESC啊 然后等等这些 还有type啊 质表啊 回车这些 可打印的就不说了 就那么A到Z 然后0到9 然后加一个空格 碳号 各种变点符号什么的 那么这个键盘模块呢 就支持这些 这是呃 现成的键盘模块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花 几十块钱买到一个的 那么成品的这个蓝牙手柄模块呢 就很难找到了 呃 需要联系厂商定制 这费用比较高 呃 我之前也找过两家 呃 我跟他们说 我只是给学生讲课用 这个教育使用 然后并不商品化 然后其中一家就不理我了 另外一家直接跟我说 呃 定制费 三千 我当时想 我我让我 我的每个学生都花三千块钱 去定制个模块 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 所以当时也是纠结了半天 然后后来呢 就找了 这个 Blue Fruit Easy Key 这个蓝牙模块 呃 售价大概是一百多一点一个吧 比起这个成品的蓝牙手柄 这个模块售价还是相当贵的 但是实际上作为学习用的话 它的功能已经非常强大了 也不需要我们花这个昂贵的费用去定制 因为我们市面上能买到的蓝牙手柄 比如说几十块钱一个的那种 那种实际上都是 这个厂商 花钱定制完这个模块之后 大批量的去生产 所以它的成本能降下来 你比如说三千块钱的开发费用 我卖三千个手柄 那一个 折合到一个手柄上 一个费用 开发费用才一块钱 那我如果卖六千个就是五毛钱 所以这种批量下 这种开发费用已经微不足道了 但是对我们个人学习者来说 这种费用是我们承担不起的 所以我们不如多花个几十块钱 买一个这样的功能强大一点的芯片 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 进行各种的实验和学习 也可以进行DIY 那么这个模块呢 实际上是淘宝上卖的 都是从海外买过来的 这不是国内的模块 是一个国外的哥们做的 我们可以在淘宝上买到它 也比较幸运 我介绍一下这个模块 它支持键盘所有的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PC键盘上的 所有的按键 你看到的它都能有 并且还支持组合键盘 并且还支持组合键盘 比如说我们Ctrl-C Ctrl-V等等这些都可以 然后还支持多个组合键盘 比如说这个 你在这个Mac下 可能有这个Option加Command加V 就是减切粘贴嘛 这个也是可以的 它最多支持六个组合键 然后呢还支持鼠标功能 也支持这个 它默认好像就支持这个游戏手柄 我看了这个模块的介绍 那么它这个模块呢 会不停的升级 升级到这个1.2版本的时候 就已经支持多媒体控制功能了 就是我们的播放暂停啊 快进啊等等这些 所以还是非常功能非常强大的 最诱人的是 它陌生的按键可以重新编程映射 就是说这个模块 是一个我们可以 自己对它进行编程的模块 所以这样的一下来 就是物超所值了 因为我们淘宝上买的模块 是别人给你烧好程序的 它不会给你留编程接口的 那么你买来的 是键盘的模块 就只能当键盘用 是鼠标的模块 就只能当鼠标用 好像还没有鼠标模块 然后呢 买回来的这个功能是单一的 那么我们这个呢 功能要强大一些 这个模块的照片 大家都看过了 里面一些小细节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使用的时候呢 发现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电源引脚 它有一个微印 在这里 这个脚 微印这个脚 它输入电源范围是3到16V 实际上应该是3.3 3到16V 那么5V是perfect 就是最佳的5V送这输入 那么这有一个3V的引脚 也可以直接当电源用 那么这个3V的引脚 就不能3到16V随意了 就只能是3.3V了 定死了 你在这输入5V 会把芯片烧掉了 然后这个 电源对应的这个D D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个部分 ground这个字母 上方对应的这三个 都是D引脚 但是呢 它这个标记的是 标记在这里 大家觉得如果很不放心的话 这有个G 这个是电源旁边的引脚 用起来可能比较方便一些 那么这一排里边 除了电源和D之外 还有一些引脚 我们也说一下 这个我们比较关心的 这个通讯引脚 就是URX和TX在这最边上 波特率是9600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控制引脚 这个RS 很显然是reset了复位 它复位的话 是不影响这个配对的 只不过是把里面的 这个控制器复位了一下 那个配对信息还有 PB就是Pair Button 就是配对嘛 按一下之后 就可以进入配对模式 你长按五秒以上的话 它就把以前保存的 这个配对信息 全部删掉了 重新配对 然后除了这个控制引脚之外 还有一些指示灯 这个L1 Light LED1 配对指示灯 配对好了之后呢 这个灯就亮 L2它是这个按键指示灯 按键指示灯 是对应在下面这个 这个一按的话 这个灯会闪 只是有键盘按下 除此之外呢 下方这个0到11 之前说过 这就是对应11个按键 然后左侧这6个 是编程接口 这也是我们可以 销写这个模块的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功能呢 是不用销写的 从这个TX和RF 给它输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整个需要用的 这个蓝牙模块的 一个介绍 最最关键的是 电源和地不要搞反了 也不要超过 它的供电范围 除此之外呢 就没有特别特别多 需要注意的地方了 这两个灯 实际上这已经有了 这个Pair和Key 这两个灯已经有了 留着这两个引脚的目的是 为了如果大家把这个东西 真的做成手柄的话 这个灯可以拉到外壳上 是这样一个作用 包括这个Pair键和Reset键 那么这是作者的 这样一个考虑 好了 这个模块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么今天这节课 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